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大航海时代启航,欧洲的海上插旗游戏 二、曼哈顿构地,荷兰的特价岛屿大甩卖 三万里长城建成,中国的古代防御长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大航海时代启航,欧洲的海上插旗游戏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个让欧洲人从海岸线出发 一不小心就把船开到了全世界的时代,大航海时代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海上插旗游戏大赛 而且这场比赛的奖品可不是小儿科,是整个新世界的控制权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15世纪末,欧洲人对于亚洲的香料和丝绸有助难以抑制地渴望 但是那时候的外卖服务还没有发明 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去取 然而,路上的丝绸之路又危险重重 满是强盗和高额的过路费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海上的替代路线 这时,葡萄牙人站了出来 他们说,我们有亨利航海王子 他有一个超级棒的海洋研究所 我们来带头 于是,葡萄牙人就像是在海上开了一条快车岛 直接绕过非洲好望角 抵达了印度 开始了他们的香料采购之旅 不甘落后的西班牙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找到了一位意大利船长 名叫哥伦布 他说,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往西走,也许能直接到达亚州 结果他往西走,走住走住 就撞到了美洲大陆 虽然他自己知道去世 都莫搞清楚这一点 这就好比你想去超市买东西 结果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购物中心 接下来 这场海上插旗游戏就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法国,英国,荷兰纷纷加入 他们不仅在海上争风吃醋 还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插旗 好像是在说 这里是我的,那里也是我的 哦,那个小岛 那个当然也是我的 这种无视当地居民的做法 就像是在别人的院子里种上自己的花 然后宣称这是自家的花园 这个时代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发现 但也伴随着冲突和悲剧 欧洲列强的竞争导致了无数的海战 而他们对新世界的贪婪也给当地文明带来了灾难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 探索和进步的背后 往往伴随着责任和对他人的尊重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地图上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时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些欧洲航海家们在海上的插旗游戏 以及它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 不过 别忘了 这场游戏的规则可不是那么公平 而且游戏的结果 至今仍在影响住我们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曼哈顿购地 荷兰的特价岛屿大甩卖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笔交易 它可能是史上最具争议的特价岛屿大甩卖 曼哈顿购地 这笔交易发生在1626年 当时荷兰人以一些小玩意儿的价格 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中 买下了今天纽约市的核心的袋 曼哈顿岛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下当时的场景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聪明伶俐的商人 名叫彼得 米努特 你看到了曼哈顿岛 那里有聪裕的森林 清澈的溪流 还有一群不太懂得房地产投资的当地居民 来纳配人 你想了想 然后决定开出一个不可抗拒的报价 价值60核兰顿的货物 包括一些铁锅 珠宝 斧头和布料 当然 这些对于当时的印第安人来说 可能看起来像是从天而降的宝藏 但对于拥有全球贸易网络的荷兰人来说 这不过是小菜一碟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笔交易的合理性 有人说 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因为当时的双方都对所交换的物品感到满意 但是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就像是用一个星巴克的咖啡价格 换取了一个未来的全球金融中心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谬的节目情节 但这却是发生了 当然 这笔交易的后续影响是巨大的 曼哈顿岛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而荷兰人的这笔小投资则变成了无法估量的财富 不过 这也引发了关于土地所有权 殖民主义和原住民权益的深刻讨论 这些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呢 或许是在进行任何交易之前 都要好好评估一下长期的价值 或者更幽默一点的教训是 下次你在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个务时 想想那些用几个铁锅就买下整个岛屿的荷兰人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消费还算是合理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万里长城建成 中国的古代防御长跑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古代中国的超级工程 万里长城 这可不仅仅是一堵墙 而是一场史诗般的防御马拉松 一个跨越了几个朝代的建筑奇迹 首先 万里长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 而是由多个防御工程组成的 这些工程分布在中国北部 总长度超过二万公里 想象一下 这相当于从北京到布鲁塞尔再回来 然后再去一趟巴黎买个法棍 这距离真不是盖的 这个壮观的工程始建于公元前七世纪 但真正闻名于世的是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 下令连接和扩建早期的防御工程 可以说 秦始皇是古代版的连接者 不过他连接的不是人心 而是砖块和石头 万里长城的建造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工人们要在崇山峻岭中搬运重物 没有现代机械 全靠人力和当时的简陋工具 这个过程中 不知道有多少汗水和泪水流淌在这片土地上 有人说 万里长城是用工人的骨头铸成的 这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不无道理 万里长城的功能 主要是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比如匈奴 鲜卑等 这些民族奇数精湛 善于远距离奔袭 对于农耕民族的中国来说 是个不小的威胁 所以 万里长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寝物打扰标志 告诉那些游牧民族 寝绕道 这里不欢迎你们 不过 万里 长城并非绝对的安全保障 历史上有几次 敌人还是越过了长城 进入中国内地 这就像是你家的防盗门 大部分时间都很安全 但如果有人真的想进来 他们总能找个办法 万里长城也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传递系统 上面有烽火台 一旦发现敌人 就会点燃烽火 一个台传递给另一个台 信息就这样迅速传递 这可比古代的微信还快呢 总之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是一个宏伟的防御系统 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奇迹之一 虽然 它不能完全阻止所有的入侵 但它的存在 无疑是对那些 想要轻易闯入中国的人的一个强烈警告 而今天 它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想要亲眼见证这段长跑冠军的风采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有趣的历史故事 大航海时代 曼哈顿构地和万里长城 这些故事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意义 但它们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和现在 大航海时代让我们看到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探索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尊重 曼哈顿构地则是一个关于土地所有权和殖民主义的故事 它引发了长期的讨论和反思 而万里长城则是一个史诗般的工程 它是中国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这些故事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人类历史的种种面向 探索 贪婪 冒险 冲突 尊重和智慧 它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自己和世界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谦虚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和价值观 现在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大航海时代 曼哈顿构地和万里长城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疑问 欢迎大家提问和参与讨论 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充满奇妙故事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